我中了1.2亿彩票 报复性消费买了套海景别墅 又换了辆80万的车 弟弟的女友得知后 尖酸刻薄地讥讽我 姐姐 你早晚是要嫁人的 这笔钱你总不能吃里扒外 带到婆家去吧 我这小暴脾气蹭一下就起来了 什么档次的绿茶 和我呼吸同一片空气 我看向弟弟 要么分手 要么之前承诺的1000万创业基金作废 弟弟在家族群里发消息说 今晚带女朋友回家吃饭 我私聊她 不是说前几天还把你当备胎 这又转正了 她秒回 不过是她女朋友回复的 姐姐 你怎么能这样挑拨我和晨晨的感情 不觉得有点过分吗 我回对 结果发现我被拉黑了 我气不过 直接把我弟提出相亲相爱一家人 回到家 还没进门 就听到绿茶家子嗓音说 阿姨您年纪大了 一定要做好保暖 不然很容易伤到膝盖 这是我给您买的棉裤 您看看喜欢吗 宋晨梅和她说 我妈最讨厌别人说她年纪大吗 我推门进来 吕心柔听到声音回头 上下扫了我一圈皱眉 看向我手里的包 姐姐 你就背地摊货啊 晨晨给我买了很多名牌包包 要不我送你一个吧 你背这种包也太寒酸了 出门在外我都不好意思 说我认识你 我弟挠挠头 随后尴尬的小声提醒她 心柔 别胡说 吕心柔撒娇的用食指在她胸口画圈圈 我哪有胡说嘛 我本就对她不爽 她现在的话 无疑是惹怒了我 宋晨就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如果你和她在一起只是为了这些 我劝你还是抓紧时间 去找一个有钱的金主养着你吧 吕心柔的脸皮厚的让我佩服 她听到我的话不仅没有觉得尴尬 反而还理所当然的惦记起我的钱 晨晨没有钱 你不是刚中了1.2亿的彩票吗 你们是亲姐弟 你的就是她的 我冷下语气问宋晨 你把这件事告诉她了 宋晨脸上明显有几分慌 姐 心柔她是我的女朋友 咱们是一家人 告诉她也没什么的 我憋着一肚子的火刚准备发 我妈在一旁早就忍不住了 上前直接给了我弟一巴掌 你个混账 这女的早不答应做你女朋友 晚不答应做你女朋友 天天在你告诉她 你姐中彩票后 答应做你女朋友了 这点花花肠子你看不出来吗 还以为她是真心爱你的 屁 她是看中你姐手里的钱了 吕心柔红着眼眶 扑进送尘怀里 晨晨 是不是姐姐对阿姨说了什么 才会让阿姨对我有误会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 我弟没谈过恋爱 哪顶着助吕心柔这样 她当即把人互独自似的 保护在身后 妈 您怎么能这么说心柔 她根本就不是您口中说的 那种拜金女 她从来没和我要过一样东西 都是我主动给她买的 您不能这么说她 我秀出不对劲 你哪有钱给她买那些东西 宋晨吱吱吱说不出来 我立刻就想到了 你把我给你的创业基金 花在这个女人身上了 宋晨平时就比较怕我 这会见我冷着脸 更不敢说话了 女心柔耿着脖子 姐姐 你都已经把钱给了晨晨了 还要管她怎么花吗 是不是操心的太多了 我庆幸 只是先给她转了五十万 剩下的还没转过去 不然怕是都要打水漂了 女心柔拽了下宋晨的衣服 紧接着又使了个眼神 宋晨鼓起勇气问我 姐 关于那一点二亿你想好 怎么安排了吗 那是你姐的钱 她想怎么安排 就怎么安排 闻不到你在这里说话 我爸开口了 宋晨走到她面前 爸 姐她迟早是要嫁人的 要是她把钱带过去 那可就是别人家的钱了 她糊涂您可不能糊涂啊 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 这笔钱应该由我来继承的 我没想到 她竟是动了这种心思 宋晨 我给你的那五十万 你快花完了吧 她嗡了声 等待我的下文 爸妈 我之前说过 给宋晨一千万当做创业基金 可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你们也看见了 我决定 我之前给的承诺作废 至于那五十万就算了 但从今天开始 我不会再给宋晨一毛钱 女心柔不干了 姐姐 这笔钱你不给晨晨 该不会想吃里扒外带到婆家吧 我爸指着门口让她滚蛋 宋晨 你马上给你姐道歉 然后和这个女人分手 不然的话 就给我滚出宋家 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儿子 宋晨逆反心理上头了 我凭什么要和心柔分手 她说的有什么不对的吗 姐姐的钱本来就应该给我 内心深处那点想法 被摆到了明面上 宋晨索性也不装了 姐 从小到大 爸妈只喜欢你一个人 有什么好吃的 都是先给你 你吃帝王蟹 我只能吃猪蹄 你吃猪蹄 我只能吃鸡爪 除非是等你吃不完了 才会轮到我 我们两个都是爸妈的孩子 为什么要这样厚此薄笔 面对宋晨的质问 我无话可说 因为他说的都是事实 从小到大 爸妈都格外的偏向我 宋晨 我在家里 从没感受过被重视的滋味 可和心柔在一起的时候 他眼里都是我 所以我愿意给他花钱 这时候你们又凭什么管我 妈被他气的血压都上来了 那是因为 他情急之下 差点脱口而出 被我爸提醒后 立马改口 那是因为你是男孩子 宋晨笑了 又是这个理由 我都听你了 既然今天已经说破了 那咱们就谈谈 这笔钱怎么分 姐 我要你一半不过分吧 一半 我思索片刻 拒绝 不行 你别打这笔钱的主意 要是把钱给了他 不用多长时间 就成为吕心柔的了 姐姐 你这样未免也太自私了 晨晨因为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 在家里就处处让着你 反正你自己也花不完那么多的钱 我们帮你一起花花怎么了 老爸被气的进了医院 宋晨连来看一眼都没有 我打电话过去 是吕心柔接的 姐姐 如果你不把钱分我们一半 晨晨是不会去医院的 我拧着眉头 强压心里的那股火气 宋晨呢 让他接电话 我隐约听到 宋晨压低声音和吕心柔说 心柔 那毕竟是我爸 吕心柔让他闭嘴 继续道 姐姐 我也不想做坏人 只要你把钱转过来 我立刻就和晨晨去医院 我听不下去 挂了电话 我爸刚醒 听到开门声望过来 我知道他就是嘴硬 心里还是希望 宋晨能够来医院看看他 我摇摇头 他现在正在牛角尖里 过两天 我去和他好好聊聊 我拿起苹果销起来 壮丝无意地问了句 妈 我看您刚才好像是有话没说完 是什么呀 我爸妈互相看了一眼 没什么 就是被那个臭小子气急了 口不择言 他们的表情明显不对 肯定有什么事瞒着我和宋晨 宋晨今天说的也不是全无道理 从小到大你们都偏向我 真的只是因为我是女孩子吗 当然了 爸爸还能骗你不成 出了医院门口 我打电话委托四人侦探帮我查一下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宋晨 一大清早 我在宋晨租房的小区楼下堵他 你怎么来了 他冷着一张脸 几天不见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比陌生人还陌生 我抬手想和之前一样 给他后脑勺一下 和看到那陌生的眼神 我抬起的手又缓缓放下 宋晨 你 姐 你拿我当你弟弟吗 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 我和宋晨的关系 从小就十分要好 他从小就喜欢腻在我身边 我的话有时候比爸妈的还有用 那好 那你告诉我 我是不是爸妈捡回来的 虽然我也有所怀疑 可当这话真正从宋晨嘴里 说出来的时候 我又害怕知道答案 当然不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爸妈的举动 烦躁地抓了下头发 我比你大六岁 六岁的孩子已经有记忆了 如果你真的是爸妈捡回来的 那我应该会有印象 可我明确记得当年妈妈是有怀孕反应的 如果我们两个人中 真的有一个不是爸妈的孩子 那个人应该是我 我苦涩一笑 宋晨不敢置信 不可能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应该 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 应该什么 应该重男轻女 而不是偏向我 宋晨不语 我提醒他 这件事情 现在只是我们两个人的猜测 不要让爸妈知道 他们会难过 爸在医院里 盼着你们去看看他 你真的不去吗 宋晨表情复杂 那你会给我一半的钱吗 我给你麻痹 宋晨你有本事 一辈子别过去 不然我揍死你 私人侦探打电话 让我过去一趟 一路上 我恐慌的手心直冒汗 您就是委托我们的宋女士 接待我的男生 看起来年纪不大 肤色极白 戴着鸭舌帽 进屋也不债 请坐 他拿了一瓶可乐放在我面前 这里就只有可乐 我平常就喝这个 我 嗯 这一声 心不在焉 莫名的恐慌席卷全身 从脚底升起一阵寒意 蔓延至四肢百孩 我怕心里那个猜测成真 如果爸妈真的不是我的亲生父母 我该怎么面对 有在听吗 男生修长的手指 在我面前晃动 我猛然回神 不好意思 你刚刚说什么 男生笑了一下 根据调查 你母亲在28年前确实怀孕了 并且生下了一个女儿 按照时间来看 那应该就是你 我不解 可我明明记得当初 我妈怀我弟时候的事情 她不可能不是亲生的 男生打了一个响指 不错 根据时间线来看 你弟弟也是亲生的 我说你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 多少家庭重男轻女 你们家没有这种思想多好啊 我摇摇头 不对 肯定不对 爸妈明显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 这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事情 还有没有其他资料 男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 有一个地方 我需要和你确认一下 三年前有段时间 你频繁接触心理医生 你还记得这回事情吗 心理医生 我什么时候见过心理医生 没有 我完全没印象 你确定是我吗 确定 如果你忘了这部分记忆的话 那这里面肯定是有一点的 或许这位医生能解开你心中的疑惑 他将一张名片放在桌上 慢慢推到我面前 江战 医院里 我捏着手里的好推门进去 医生没看我 问 咨询什么问题 我迟迟没说话 江战疑惑抬头 他眼睛里闪过的一丝震惊 随后又被他压下 快到几乎捕捉不到 请问有什么事 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三年前 我找你咨询过什么 江战摘下眼镜 那双漆黑幽深的眸子浅笑了下 没什么 就是你那段时间压力太大 过来找我开导一下而已 那为什么我毫无记忆 江战起身 一步步靠近我 忘了不好吗 干嘛要让自己重新想起来 我脸色飞红 一把将他推开 这就是你对患者的态度 你信不信我投诉你 需要我把院长的电话给你吗 他身上带着几分浑不灵的脾气 什么都不放在眼里 我深呼吸一口气 江医生 请你告诉我 三年前 我来找你究竟是因为什么事情 如果你不告诉我的话 我会报警 让警察来处理 我怀疑你 对我做了什么事情 江战轻笑 从口袋里摸出烟河 想到这是在医院 又放了回去 三年前 是你让我将你那段时间的记忆封存住 并且嘱咐我 永远不要让你想起来 你还想知道吗 他翻出一段录音 那声音是我的 内容和他说的没有差别 你不会想知道的 宋芝回去吧 他轻轻抬眸 带着重蛊惑 我回到医院 在走廊就听到病房内的争吵 真是作孽啊 有这样一个儿子 早晚得把老人家气死 听说是因为财产都给了女儿 所以儿子才来闹 都是孩子 平分不就好了 一家人干嘛要弄成这样 我让大家都算了 进去就看到我爸坐在床上 捂着胸口 不停喘粗气 我妈狠打了宋晨几下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儿子 你是觉得 咱们家丢人还没丢够是吗 宋晨踢了一脚凳子 我今天是想来闹事的吗 鲜柔亲手给爸熬的鸡汤 让我拿过来给您补补身子 可你们竟然在讨论 把咱家所有的钱和房子 都留给宋芝 凭什么呀 我浑身一僵 都留给我 宋晨继续发疯 把鸡汤摔在地上 宋芝已经有一点二亿了 你们不帮我要点 还想把家里的全部都留给他 我到底是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你当然是 那宋芝呢 难道他不是 你们别告诉我是那种狗血剧情 他爸妈为了救你们死了 你们收养了他 报答救命真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说了 你和这儿都是我的孩子 要不要我带你们两个去做个DNA检测 宋晨看我妈态度坚定 不像撒谎 那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吗 说出来能死吗 我听不下去了 踢了脚门框 这鸡汤看起来不错 可惜了299 全剧摘的鸡汤可不好定 要一大清早起来排队好久的 我双手还凶 挑眉看着宋晨 吕欣柔不可能去给爸排队 是你去的吗 宋晨嘴硬 这是心柔亲自去市场买的鸡 昨晚炖了一夜 你说这话自己相信吗 今天你来医院的目的 我也能猜到几分 无非就是想要让爸妈劝劝我 把钱分你一半 宋晨你扪心自问 这笔钱就算我给了你 你除了败家还能做什么 宋晨有备而来 姐 我和心柔已经商量好 这6000万怎么安排了 花1000万买套别墅 以后心柔生孩子就不用换房了 给心柔爸妈1000万 他们养大了心柔不容易 我冷笑 养大了心柔不容易 宋晨是不是忘记了 他亲生爸妈还在这呢 继续说 剩下的4000万呢 宋晨看我没生气 凑到我跟前 剩下的4000万 我准备给心柔 投资一个高端医美中心 然后我再注册一个公司 剩下的钱 带着心柔去环游世界 好好放松一下 你们俩打算的不错 姐 你放心 只要你把这笔钱给我 家里的房子钱我都不要了 全部都给你 这样行吗 他自己也知道 说这话没什么底气 宋晨 这笔钱我有其他用处 不可能给你 至于家里的 你也是爸妈的孩子 我不可能全要的 宋晨一听 怒瞪着眼睛 你还是不准备给我 我笑了 为什么会有人 把别人的钱 理所当然当成自己的来安排 我凭什么给你 全家人都站在了他的对立面 宋晨叫嚣着 要和家里断绝关系 爸妈被气的说 不用管他了 芝儿 你别听那个臭小子胡说 你们都是我亲生的 嗯 我知道从他们这里也问不出什么 索性就不问了 就在我犹豫 要不要去找江湛问清楚 三年前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时候 宋晨出事了 他没钱 去借了高利贷 结果利滚利还不上准备出去躲一阵子 被对方雇佣的人堵住 还没动手 宋晨却突然倒地 浑身抽搐 意识不清昏迷 等我感到抢救时 那几个混混堵住我的路 我们就是想吓唬吓唬他 一根手指都没碰他 他就倒地了 那个地方有监控 你们别想着讹我们 我们也是正规公司 有律师的 爸妈赶过来的时候 医生恰好出来 医生 我儿子怎么样了 医生摘掉口罩 经检查 他的白血病又复发了 白血病 复发 这几个字 在我脑海中不断盘旋 封存的记忆 像洪水般 想要冲破闸口 病房里 宋晨穿着病服 妈 医生说我白血病复发 你告诉他 我从来没得过白血病 怎么可能会复发呢 他们一定是检查错了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我三年前那场病 是白血病 你不是说是病毒感冒吗 那次是怎么治好的 妈你告诉我 我不想死啊 那次是你姐姐给你捐了骨髓 宋晨像抓到了主心骨 那就再让他给我捐一次啊 当年 你姐不是自愿的 说完 他泄掉了浑身力气 仿佛苍老了十几岁 江湛的办公室 我躺在床上 额头浸满薄汗 脑海中一幕幕闪现 三年前 宋晨得了白血病 那段时间 家里总沉寂着一股死气 我妈靠在霸怀里哭 只要宋晨能够平平安安的 让他做什么都可以 所有人都进行了骨髓配型 只有我的配型成功了 我身体从小就弱 医生说 如果是我来捐骨髓的话 可能会有危险 儿子还是女儿 我妈毫不犹豫 选择了救宋晨 之二 医生说的是 可能会有危险 但晨晨不一样 如果你不救他的话 他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 妈求求你 你就救你弟弟吧 他跪在地上求我 我抓着他的衣服 刚哭过的声音 有几分沙哑 妈 您别这样 宋晨是我亲弟弟 只要能救我 肯定会救他的 明天我们去医院 问问医生好不好 我妈想抓住 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斑 好 好 我躺在床上想了很多 心里已经有了决定 一日清晨 爸妈先离开去了医院 说让我多睡会 我和你们一起去吧 晨晨现在这样 我也睡不着 我妈目光闪烁 听话 你现在养好身体很重要 别让我和你爸再担心了 好 那我一会过去 我心里便记着宋晨的病 到医院后 我才发现 我妈为什么要提前来 医生 一会我女儿来的时候 你别告诉她 捐骨髓风险很高 就说没什么太大的危险 医生 当场拒绝 捐赠者有权知道实情 也有权利拒绝捐献 如果你女儿不愿意的话 那是不能强求的 我也告诉过你 你女儿身体不好 捐献骨髓 很有可能引起其他病 可现在只有她配型成功了 如果你告诉她实情 万一她不捐 我儿子就没救了 我扶着门框 不敢相信 这话是从我妈嘴里说出来的 医生 如果我捐的话 会有什么后果 您直言就行 里面的人注意到我站在门外 我妈脸上带着几分不自然 医生叹了口气 我看了你的检查报告 最严重的后果 是引发身体器官衰竭 如果放在一个正常人身上 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 可照你的身体情况来看 危险很大 我知道了 我要考虑一下 话落 我就挨了一个巴掌 考虑什么 明天就手术 我妈眼神偏激 那一瞬间我好像不认识他了 你弟弟没有几天了 你捐也得捐 不捐也得捐 别忘了是谁给了你生命 我的心那一刻疼得要命 不明白 为什么之前明明那么疼 我的妈妈会变成这个样子 本来我今天就是决定来救宋臣的 可现在 我突然很反感 这种被绑架的捐献 我捂着心脏蹲在地上 医生赶紧给我检查 护士 我被送到检查室 没什么大事 就是激动引起的心率过快 一时间呼吸不过来 以后要注意 我听到病房外 我妈和医生的争吵 我理解您的心情 我们和骨髓库那边说了 只要有配型成功的 一定立刻给送成手术 可现在你女儿的身体 你也看到了 不适合手术 我妈乌黑的头发染上了银丝 她看向我的眼神 不再温柔 像猎人看见猎物 像忧虑的蛇吐着蛇信子 紧紧盯着你 恐慌的情绪瞬间袭来 我小声喊她 妈好好休息 等我醒来就换了家医院 我疑惑的问我爸 怎么转院了 我爸眼神闪烁 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沉沉的身体不行了 你妈就想着 让她最后几天 能够舒舒服服的 就转来了这家私人医院 也把你给转来了 我没有怀疑 直到晚上 我被强行送进了手术室 原来这是家黑心医院 只要给钱什么手术都做 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手术 最后手术很成功 宋晨活下来了 而我也活了下来 不过一系列的副作用接踵而至 我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虚弱 经常呼吸不上来 眼前发黑 在医院治疗了大半年 才勉强有点好转 看到我妈的示好 我一句话也不想说 就这么静静地看着窗外 她无助地掉泪 芝儿 我知道你恨我 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你看手术 这不是很成功吗 沉沉活下来了 你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来 喝口鸡汤 这是妈亲手熬的 我反手打翻 鸡汤溅落一地 我妈默默收拾好 她又给我倒了一碗 让我爸劝劝我 宋晨怎么不来看我 我们没告诉晨晨她的病情 怕她胡思乱想 影响后续恢复 我自嘲笑了 所以 她根本不知道我 差点为她死了这件事 我爸妈羞愧 从那以后对我愈发好了 而我情绪一天比一天偏激 总想着做点什么 发泄木火 后来 我坚持不住找到了江湛 求她帮帮我 一切似乎回到了原点 什么都没发生过的样子 我妈来接我的时候 江湛看着她 声线低沉 又轻 又慢 又带着不知名的一股狠劲 记住 对她好点 我从床上惊醒 江湛将我贴在额头上的碎发整理好 忘记的这三年过得不错 本来不想让你记起来的 江湛 我在 手机响了 是宋晨打来的 我没接 江湛脱了一身白袍 换上黑色西装 金丝边框眼镜下 那双黑眸沉着冷静 我陪你去一趟医院 上次我不在你身边 这次交给我来处理 她握着我的手 我呆滞的看了一眼 食指向后的手 眼神猛猛的 江湛 我们之前 认识吗 她宠溺的摸了摸我的头发 你猜 姐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求求你救救我吧 我不想死 钱我不要了 家里的财产也全部给你 什么都给你 你再给我捐一次骨髓吧好不好 我求你了 我扫了一圈 视线最终落在我妈身上 我都想起来了 她颤抖着嘴唇 不知道该说什么 或许是又想要我捐骨髓给她儿子 又或者是知道自己错了 却发现连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宋晨 你说爸妈偏向我 这话错了 其实他们心里偏向的人是你 这几年所有的假象 不过是为了补偿我而已 我妈羞愧的低头 芝儿 我深呼吸一口气 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我不可能给宋晨再次捐献骨髓的 上一次差点要了我的命 这几年 我身体一直大小并不断 正规医院是不会允许我进行捐献的 正规医院这几个字被我咬得极重 妈知道 可晨晨怎么办 她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所以 我不死心 我特么的找念 我就是想看看 这次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妈这次不抢求你 我们先看看 骨髓库能不能配型成功 如果不能的话 你可不可以 不行 江战开口了 我爸妈这才注意到 我不是一个人来的 我妈觉得眼熟 你是当年的那个医生 宋晨 你凭什么说不行 我们一家人的事情 你有什么资格来说话 她是我亲姐 就我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我终于看清了 这一家人的嘴脸 什么幸福温暖 都是假象 在性命利益面前 根本不值一提 在儿子女儿面前 更是不值一提 我发现我这二十几年白活了 连宋晨是什么样的人 都没看清过 幸好 现在还不晚 宋晨 那我亲自来告诉你 我拒绝给你捐骨髓 你不配当我姐 以后我没你这么一个姐姐 正有此意 从此以后 我宋晨和你没有半分关系 三年前的事情 我已经报警了 骨髓库那边来了个好消息 配型成功了 马上就可以安排手术 这次的手术也很成功 不过宋晨整天疑神疑鬼 觉得这里不舒服 那里不舒服 过于害怕死亡 警察对三年前的事情进行彻查 查处了那家不正规的私人医院 并且还查出多起此等事件 我妈承认了所有罪行 是我做的 孩子爸爸不知情 经法院审判 私人医院参与手术的医生 均被判刑并处以罚款 没收其违法盈利的十几亿 我妈被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 我把那1.2亿捐给了一个儿童疾病救助基金会 今天去看看情况 路上碰到了之前催收高利贷的那拨人 我现在和宋晨没有任何关系 要钱的话去找宋晨要 别来找我 我越过他们就要离开 哎等等 就是宋晨让我们来找你的 他说他没钱 让我们来找你要 不是我说美女 你可不能推皮球 把我们推来推去的 我看了眼时间 这些人就是专门干脆收的 有的是时间 不一次性解决了 更麻烦 你们跟我来 医院里 我爸一下子苍老了几十岁 脸上皱纹明显多了起来 看到我来他带着几分无措 侦儿 爸爸欠你一句道歉 对不起 他弯下腰 我过去扶起他 别这样 宋晨见到我瞪大眼睛 跟疯子一样 你还好意思来这里 把亲妈送进监狱 你这种人就应该下地狱 他一巴掌 我甩在他脸上 宋晨 这是你欠我的 宋芝 你敢打我 我弄死你 他刚要动手 就看到门口那些催收的人 气势一下子就弱了下去 我不是让你们去找宋芝吗 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你姐又让我们来找你 现在正好所有人都在这里 痛痛快快的 赶紧把钱还了 以后我们保证不出现在你面前 宋晨死猪不怕开水烫 我没钱 要么就问宋芝要 要么就当打水漂 和小混混玩横的 他比你更横 小子 我告诉你 别跟我们来这招 兄弟们干这行这么多年了 什么痞子没见过 就你这样的 就别在我面前装了 我问 宋晨 你高利贷这笔钱 全都给了吕心柔 嗯 他现在人呢 宋晨不好意思开口 我爸叹着气 跑了 在知道晨晨有病的时候就走了 宋晨 如果我是你 就不会再儿女情长 你看看你面前的人 妈为了你不要我这个女儿 爸年纪这么大了 身体不好 还在这里伺候你 你还要胡闹下去吗 吕心柔拿着你的钱跑了 你可以起诉他 追回这笔钱 然后还上 你别指望我会给你还钱 如果你不想一辈子被人追款 就按我说的做 这个律师不错 你可以委托给他 留下一张名片后 我离开医院 江战靠在车身前 趁衣袖子挽起一截 领口处松松垮垮的 勾人而不自知 你怎么来了 他给我打开副驾驶的车门 基金会那边来电话问我你 怎么还没到 我猜到你在医院 就来这里等你了 宋晨倩的那笔高利贷还没解决 对方来找我 江战搭在方向盘上的手 敲了两下 这是我来处理 吕心柔想跑 被我的人截住了 现在已经送到了警局 不过那笔钱不一定追得回来 他可能花光了 吕心柔造钱的能力我清楚 各种名牌包包衣服堆满了屋子 剩下的 让宋晨自己处理吧 他有手有脚 我也问过医生了 他的身体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就是别干重活 路上 我侧着身子 看向正在开车的男人 问他 江战 你对我这么好 不会是想要追我吧 一向云淡风轻的男人 此时一个急刹车 我不受控制的往前去 江战第一时间护住我 有这么不明显 很明显 那你同意吗 你先告诉我 我们什么时候见过 真忘记了 钱都捐出去后 我整个人轻松了很多 江战笑着问我 不给自己留点 都捐完了你再问我 没关系 以后我养你 某天我看电视才发现 江战竟然是富三代 他打工的那家医院 就是他家投资的 并且他年纪轻轻就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公司 拿下市里的杰出青年代表 我这时挖到了宝藏 江战带我回家 我紧张得不知所措 他搂着我的肩膀 别紧张 你能答应和我结婚 他们会开心地跳起 嗯 我看了眼江战的下半身 犹豫开口 你该不会有什么隐藏疾病吧 你放心 我不会嫌弃你的 不过还是要及早就医 不然你看得到吃不到 嗯 他堵住我的嘴 今晚我就让你为自己说的话后悔 理解了他话里的意思 我脸蹭了一下飞红 就连脖子耳垂都红了 哎呦 你们小年轻啊 亲亲也不找个没人的地方 羞羞 我尴尬的转身 喊了声 阿姨 这儿快进来 阿姨给你准备了好东西 听江战说 你喜欢吃糖醋排骨 红烧鲤鱼 阿姨都给你准备了 还有帝王蟹 这个时候吃最新鲜了 对了 还有这对镯子 是阿姨刚从拍卖会拍回来的 你看看喜不喜欢 江战爸爸 第一次见面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 这张黑卡你拿着 喜欢什么自己去买 江战爷爷也掏出一张卡 外加一幅价值连城的古画 有价无事 江战奶奶嫌弃的瞥了他一眼 男人一点情调都没有 除了钱就是钱 这儿你看看奶奶给你准备的礼物 他带我上二楼 满屋子的奢侈品应有尽有 我目瞪口呆 他还以为我不喜欢 不喜欢没关系 下午奶奶再让他们送一批过来 真的是财大气粗 毫无人性 不不不 奶奶我很喜欢 就是太多了 我有点惊讶 这不多 咱们江家的女人 一向都是负责貌美如花的 客厅内笑声不断 这一刻 我感觉到了久违的幸福